不關起的傳奇唸大學 他是唸交通管理 跟我們一樣的 唸交通管理的 然後他就開始玩股票 就開始進入到職場 後來做生意 後來跑去花蓮發展 他做立委當縣長 然後他老婆當縣長 算是不錯 兩個人在花蓮 加起來應該是二十年 二十幾年都在那裡 然後被抓去關 哪有不開庭 哪有 這事實 被抓去關立法院 沒有關門 因為他沒有被尺頭攻權 所以他還在做選民服務 這真的不簡單 所以說是傳奇 然後他去管理 他就是要臭囊 但是他這次去 當然每個委員會 八個委員會都帶去了 連羅明財都去了 中國要求八個委員會都要有 這種大咖的這種 像羅明財這種立委都去 因為其他有一些是比較年輕的 司法 法治 傅崑崎 翁曉玲 財政是陳玉珍 王鴻薇 羅明財 內政 徐欣一等 教育文化 因為業員之敵史不從 遭找臨欠其去 大部分都新同學啦 那比較大咖的就是羅明財 羅明財 這首當然他去的就處理了幾件事情嘛 就是文旦 文旦觀光組合屋嘛 對 文旦觀光組合屋 唉唷 順口六 就是什麼好像就是文旦可以出口到中國了嘛 那觀光就開放恩典四千多萬的福建人 是 可以到馬祖了 只能去馬祖 只能去馬祖 你要開放你就總開放 各位知道我們現在臺灣現在是有旅行團 現在正在中國 是 一堆啦 對 臺灣人出國 不用人同意的 旅行團 你要參加 你記票 要去這堂都可以 和中國因為來臺灣 他們是他們國家要同意的 對 所以他現在講說 只有福建的人可以 是 別的地方不可以 看臺灣的態度嘛 看臺灣的態度 我是建議大家說好 一二三一百七就會開放 說一說 我現在五月一號六月一號 大家說好就那天十二點開始 平等對 平等互惠 對嘛 總開放 怎麼有人要開放一半 那這個當然他開始想到組合屋這件事情 組合屋這件事情 我們這個災情剛發生的時候 你看這房子倒下去的時候 對 這都不大了 這都不大了 然後蠻多都是已經半島 還不然都穿鞋 紅燈 紅燈一大堆 對 當時我們的內政部就開始做調查 是 問這些宅民 以後你們是 這段期間你們是要租房子 還是要去住旅館 是 住民宿 還是你們希望這一棟拆掉重建 還是你們就領錢走人 各位要發現一個時間點 四月十號 就是這個發生了大概一個禮拜 04 03 7天後 蔡總統去的時候 徐政衛就要求要組合屋 這時候其實對中央政府覺得 欸 蠻奇怪 你怎麼會講組合屋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時候不應該講組合屋 我們台灣用組合屋是什麼時候 就莫拉克 莫拉克 八八豐災 九二一 那個都是在部落 對 在一個聚落 整個村 全部要移到山下來 因為太多人了 對 他們本來在一起的 對 移到山下來 他們有他們生活的習慣 所以要集中一個地方 可是這次不一樣 這次倒的都是這個大人 市區誰要住組合屋 你還要去找到另外一個空地 然後去蓋組合屋嗎 不可能 你如果花蓮縣政府有空地 或者中央有空地 大家就會來去 低社會住宅 對 就會去嘛 你原來住這住二十倍 你就住二十倍 蓋了你就住二十倍 三十倍 政府用 譬如說用五年的 租金給你 或是用給你 賣的價值賣你嘛 對 這個都是方法 而且蓋這個房子其實很快 是 其實很快 那這個政府現在內政部都在想這些 這些方案讓大家能夠有所感 所以大家覺得奇怪 你當時為什麼在說要組合屋 現在搞清楚了 你講完沒多久 這個大陸 柏台班就說要送組合屋了 一百套組合屋嘛 所以難怪沈柏陽說 六天前沈柏陽就發現事情不對 縣府不積極向住戶說明 還要求住戶必須先簽署 中繼住宅意願調查表 才炫意協助進行後續程序 甚至強硬的將災後重建導向 蓋組合屋 所以這個時候就知道中國要送組合屋 他們在套招啊 不然為什麼急著去嘛 對 就急著去要宣布這個事情 我告訴各位 這一種剛開始倒的時候 池劑就已經第一時間就表達了 池劑是可以幫忙弄組合屋 池劑當時開出來的是一千兩百套組合屋 因為當時花蓮憲政務說大概一千五左右嘛 我也沒辦法到 所以池劑有表達 後來花蓮憲政務跟池劑要幾戶 你知道只要兩百五十戶 要空出來給國台辦做業績 他只要兩百五十戶耶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所謂阿強要送的組合屋 你說如果中國要送組合屋別人的心意 我們也不好拒絕 可是事實上中國的組合屋確實比較弱 他連夾層都是用那個什麼保利龍的 我問你 你要帶這個組合屋 還是要帶這個組合屋 各位在臺灣有沒有看過這種 有那個就工地一般的公務中心 工地的公寮也一樣 這邊會有販賣部 福利社 福利社 有結冰水 這是我們工地用的 工地的福利社就是這些工作人員 有才有倒冷氣 阿強的東西是對 去加檔 屏東的加檔 都是2011年的時候 他們幫加檔蓋這個組合 蓋成這樣 你敢要帶嗎 現在法連在地盤 現在這樣衝好 你敢帶 你覺得嗎 不是 這個東西不可能可以帶人嗎 大家說 叫我來帶這個 你說這個東西不只看起來簡陋 搞得我們進去之前 對不對 我們環保權要先驗一下 甲犬有沒有操標 然後裡面中間又是保利龍 旁邊打小孩 我聽得清清楚楚的 而且現在我們要去的地方是花蓮 花蓮的地盤 他這個看就沒打地基 對 沒打下去 這種的可能會讓一個月中倒了 有人說 他是用這種的給我們 也有人說他是用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 那裡面發生過什麼事 那更可怕 我這邊要這個 那個就起來倒就對了 那有的人要帶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不敢 阿宮的這個組合夫 大家沒什麼看到 我們來看慈濟的 人家在慈濟 因為慈濟裡面很多 他們家的那個 他們叫什麼師姐 他們的圍的人是做建築的 你看這很多都慈濟的來倒棄的 這很不錯耶 慈濟剛構的安心屋 這個東西就是說 如果要蓋 要蓋這種的 大家會放心 你花蓮的災民要蓋這種的 你跟我說要蓋什麼 不可能 蓋這個 你說蓋這個 政府有錢嗎 政府有錢 政府如果沒有錢就對了 實際也會倒三天 要救急的時候 實際也會出手 富君子要用這個 你如果要定期的去找富君子 他會給你用這個 你如果跟這個順時 你就去定期這個 否則我們政府的這個補貼 目前都在進行中 中國過得有多慘呢 現在 像你說 中國有很多怪事情 第一個怪事情是 四川成都 有很多民眾去換藍氣表 結果不換還好 這樣給他換到快樂表 不是我換表 我拿去跑很快啊 每一年繳得都跟比去年貴很多 確實中國最近經濟真的是不怎麼好 你看喔 這是重慶 自己這個微波上自己在封鎖 這個他們上傳的新的瓦斯表 嚇死人了 我跟你說 你原本沒有換了瓦斯表就算了 結果換了之後真的很慘 他那個表跑得太快了吧 一直在轉轉轉轉 還有這種事 轉了五倍的速度 轉了五倍的速度 有人提到二十天的費用 高達多少 1.7萬人民幣 現在人民幣大概是乘以4.5 所以十萬台幣 我跟你說 一天 這個跳的速度比我加油 速度還快 一天五千塊台幣的瓦斯費 你徐曉信早餐店一天做二十萬的業績 都沒有 一天五千塊的瓦斯費 但重點是什麼 這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說民眾有錯覺 再來 現在連種田 這是內蒙古 幹部 村政幹部 我種田也不行 幹部是指誰 就共產黨嘛 這個 這個人 叫種田之後被幹部勒索 那共產黨說 你要種田可以 但是你要先付給我錢 大家沒有聽錯 這不是我的田嗎 是給我錢 人家就說 為什麼你要一母收200元人民幣 的增補承包費 幹部怎麼嗆 別跟我提什麼法律啦 上邊讓我練錢 我就練錢 練錢就練財的意思 就是我要收錢 我就收 你就給我就對了 幹部還嗆農民 再來 散步也要被罰錢 這很誇張 因為很多地方沒有人行到 所以廣州 有人走在馬路上 警察說 你沒有走人行到 我要罰你 那大家說 立馬幫幫忙 為什麼 罰到多少錢 5元以上 50元以下 跟他說 30幾塊台幣也要照收 不是一般我們看到警察說沒有走在馬路上 不是勸導一下嗎 勸導 跟他說 你幫幫忙 走這邊 走這邊嘛 對不對 他5元就缺嘛 對 人家戀財 5元就還是要照收 再來啦 你看這個是最扯的 這個引起很多私人企業 很多企業界對這不滿 為什麼 廣東省 有一個佛山市 結果他的區公所做什麼事呢 他跑跑跑跑去湖北省 武漢市 結果說什麼 因為你的公司涉嫌開設賭場 把所有人帶回去居留 但是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我把你銀行 帳戶的錢沒收 等一下 這個就是他們去抄人家家的狀況 廣東佛山市抄到自己沒地方抄 跑去武漢去抓人家賭博 那武漢的錢不就沒了嗎 不是賭博 是涉嫌 還沒有真的去定驗 結果說先把這間公司 帳戶裡面3.2億人民幣 14億台幣 先轉給我區公所的帳戶 大家覺得問題很大是這裡 你不只說你錢先把它沒收 重點是你還跨區 所以今天香港的報社就說什麼 那以後任何缺錢的地方政府 那就武漢就去廣東賺錢啊 因為中國到處地方政府都缺錢 如果說任何缺錢地方政府 是不是能比照辦理 這以辦案為由 跑去其他的省份 去抓你的企業 再強迫公司的資金 周轉到地方政府的帳戶 這很嚴重 那再來跟大家說 你走路也不行對不對 結果自行車也不行 自行車說沒有牌照還是要開罰 自行車本來就沒牌照 自行車就算了 結果說什麼 你光存在穿同一樣的T恤 也是要被罰 為什麼 因為中共最怕的就是集會遊戲 他怕人家去抗議 所以他有公安的標準說 三個人以上不能穿同一件衣服 是 所以這是上海的是不是 上面人家是寫上海 上海四個市民穿相同的衣服 印有上海字樣的藍T恤 結果為什麼 四個人超過三個了對不對 全部被罰 因為三人成虎 對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不滿意 那我最後還有一個結論是這樣 傅崑奇把我們的希望寄託在中國 但是大家看到這種種種的詭異事件 不是罰就是漲 就是勒索 大家覺得說真的把希望靠中國 這是對的決定嗎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希望要靠自己 未來要靠自己 不要被傅崑奇所騙 不要被中國所騙 中國能貢獻台灣是有限的 還是自立自強 這才是我覺得台灣該走的道路